今天我们继续来修英特 上一次我是挑战了一个N修的英特没有成功 所以这一次我是特意接了一个一修的来试一下 希望它可以帮我一雪前十 虽然说是一修盘 但里面还是叠了一些buff的 因为它又是一个坏了将近两年的硬盘 根据以往老化的测试来看 差不多就是这一块硬盘里面的数据保存时间的大限了 这个盘里面用的是N38的QLC颗粒 我们先通电看一下 电流可以跑上来 但是这个跳变不是那么的明显 先短接一下看看这个主控能不能识别吧 它的短接口在后面这两个孔位上 我们给它短接上去 然后连击 假设它识别到一个1GB的论分区 那就可以直接放弃治疗了 这个是吊固件的状态 分区没有识别出来 虽然说它短接无法识别是一个好消息 至少代表它还有继续维修下去的希望嘛 但也并不意味着它能逃过一截 因为670P这一个型号的盘 它特别容易主控短路 之前我接到了好几个 都是修好以后发现最终是主控短路 无法恢复的 我们先看一下它周围的供电有没有出权 直接测量这三颗电杆就可以了 第一个电杆没有电压 第二个也没有 第三个电杆有一个2.6V的输出 2.6V对应的应该是颗粒这边的主供电 前面这里没有产生供电 一般有两种原因 第一种嘛就是它后级短路了 导致前面这两个电源芯片触发了短路保护 第二种嘛就是电源芯片它自身的问题 为什么我这么肯定呢 因为这边有三个电源芯片 这三个电源芯片共用一路3.3V的主供电 如果前面3.3V输入短路 那它第三个电杆是不可能产生一个2.6V电压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 测量一下这几个电杆的对地组织有多少 如果这一边的组织被拉低的话 那就证明是后级有短路导致的 第一个有2.6K 第二个258欧 那么是不是直接把这两个芯片给它换掉 就可以轻松秒杀呢 具体我们来试一下 料板我已经给它准备好了 一块包好的670P 只是这个健康度稍微有点低 这个倒是不影响 由于它的芯片底下是带黑胶的 所以这个保护措施一定要做好 找一片纸巾湿一点水 然后覆盖在它的表面上 最后再拿胶带给它绑起来 因为我怕它一加热以后 里面的球状物体射出来了 那事情是可大可小的 我个人当然是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 先把前面这两个芯片给它干掉 虽然说我干这两个电源芯片的时候 碰不到后面的颗粒 但是提前做好保护措施 总没有错的 接着再把从料板上面拆下来的 这两个给它干上去 这两个电源芯片我已经给它换好了 咱们再次给它通电试一下 把周围的水分给它擦干净 现在上电 电流可以达到将近0.5 我们再来给它重新确认一下 1.35V缓存的供电 1.2V颗粒的核心 2.6V颗粒的主供电 三路供电已经全部恢复正常了 联机以后 依旧是一个没有初始化的状态 该不会真的是它掉固件了吧 我们短接看一下 短接可以识别到这个主控 证明这个主控它是好的 刚才我把这个颗粒ID读了一遍 这里明显是少了一排的 正常它有16个ID 这边只识别出了12个 少掉的这一排 刚好是在第一个通道上面 这就难办了 像这种少颗粒ID的 要么是颗粒挂了 要么就是这个主板 可能还有其他的问题 我这边又重新目视 检测了一遍这两个颗粒 确认 刚才更换电源芯片操作的时候 并没有导致 这两个芯片底下 出现侧漏的情况 四周的黑胶 都是非常完整的 本来我还是不想动颗粒的 结果到最后还是要干 先随便拆掉一颗 再做进一步的检查吧 虽然说还有维修下去的机会 但是像这种活过来的希望 就越来越渺茫了 还是老办法 先给这个颗粒做一下保护措施 像这种放了两年的QLC颗粒 真的不一定能撑得住这种大手术 有可能最后修好了 ID可以全部读出来了 但是固件还是无法启动 汉盘我给它重新清理了一遍 这边掉了几个空点 因为刚才我在拆的时候用的温度比较低 风险我已经提前预告给对方了 当事人还是决定备水一战 咱们再给这个颗粒上一点低温锡 然后再来测试一遍 直球的过程大家随便看一眼就好了 先把这些膝膏给它涂满 接着再用热风枪 把这些膝膏融化成膝球 我们把颗粒安装上来测试一下 这边调到8个C 然后电压给它一个2.4V 读取一下 这边设备怎么还检测不到啊 刚才我用万用表重新打量了一遍 这一个颗粒 它是VCC还有VCCQ这边 变成直通状态了 不管我测哪一路都是一样 也就是说 这一个颗粒 它是晶圆内部短路的 今天又是亏料板的一天 想要从英特尔身上减漏的难度 并不亚于从海力士身上减漏的难度啊 我推测 它之前这边的电源芯片 就是因为后级颗粒短路 电流负载过大才一起烧坏的 我这种猜测 也是完全属于事后诸葛亮了 有的网友会说 看到两年没通电了 为什么你一开始 就不直接拒绝维修呢 因为我们这种 本身也是属于服务行业嘛 有时候客户的要求 我们也不能直接拒绝是吧 不说了 还是先让我哭一会吧